上一个视频跟大家讲了一下 共享和传统的区别 那现在我们来说一下共享跟众筹又有什么样的区别 有两点区别 第一 众筹是涉及到分股权的 你店铺所有的营业额都要跟你的合作者区分 而共享是不分股权的 你不需要跟合作者分你原有的营业额分红 第二 众筹你只筹到了钱 却并没有解决你的客源问题 而共享就把这两个核心的问题都解决了 比如说你找60个人来众筹 每个人给你投2万块钱 你获得了120万 刚开始你可能觉得说 有60个人在帮忙带动生意 但是实际上呢 几个月之后 大家都没有动力了 因为在这几十个人当中 一定会有人特别卖力 他为这个店做了很大的贡献 但是为底算账分红的时候 他发现他分到的钱 跟那些没有贡献营业的人 分到的是一样多的 因为众筹 我们是按股权分钱的 所以股东很快就会散掉 但是用共享的模式 就可以解决掉这个问题了 共享呢 是按照每个人的贡献值来分钱的 谁对门店的贡献越大 谁获得的分红也就越多 这种机制 就可以激发所有人 都去努力带动客源 所以 把你的门店 做成共享门店 让别人跟着你一起赚钱 关注百纳 想了解共享模式 如何操作私信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